彭育院1982年3月24日出生于台湾省澎湖县的单亲家庭 自小父母离出生时体重就达到了5公斤 幼儿园大班开始就被挑中去拍摄各类广告 一直延续到小学三年级 13岁时彭育院和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然后考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 但从小就爱吃的他体重超过180斤 幸好大学时期爱上打篮球 因为天天运动所以才瘦下来 2002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爱情白皮书》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2005年因在仙霞剧《仙剑奇侠传》中 饰演唐玉玥而受到关注 2007年凭借爱情片《金决定我爱你》 提名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并为金马短片单元制作片头 完成了个人导演处女作 2011年彭育院凭借励志片《翻滚马信》 提名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